调狗过于出色 曾穷到卑微求职 如今作品三连报 女友是超女 七年陪伴吴怨言 编水网视这部剧已经播出 我不是调狗 我是调狗让多少人捧腹大笑 这句话也成了调狗的经典语录 让人不得不感叹 这就是中国汉字的魅力 博大精深 调狗的饰演者 再次闯入了大家视线中 饰演调狗的演员名为蒋奇鸣 观众也被他真实的演技所折服 要知道 早年间在娱乐圈摸爬滚打的他 为了能够寻求一份工作 在网上发布求职信息 求职的文字极为卑微 让人看了不免心疼 现如今 编水网视这部剧再次提升了他的知名度 今年拍摄的影视作品于他个人而言 已经实现了三连报 可见其实力有多强 最难能可贵的是 面对如今的名气大增 他依然能不服不造 坚守初心 现在的年轻人能有这可贵的品质时所难的 而这一切也离不开他背后的女人 相伴七年的女友 毫无怨言 不离不弃的陪伴在侧 调狗过于出色 想必很多人都被编水网视这部剧给刷屏了 本以为又是平平无奇的无脑剧 没曾想这部剧竟如此出奇不意 每个环节都紧密相关 让人不舍错过任何一个片段 没错 这就是喜剧之子郭麒麟领贤主演的 在这部剧中 也让大家看到了他并不是一个徒有其表的喜二代 而是有两把刷子在身上的 除了郭麒麟外 这部剧表现最出彩的要属于一位不起眼的配角人物 出色的表现真的让人眼前一样 他就是剧中染着一头黄毛的小混混王安全条狗 讲其明经验的人物表现力 几乎做到了完全真实 很难想象 他在演技上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很多人在听到他的真实名字后 都和我有一样的感受 那就是一个连名字都如此陌生的男演员 是如何做到演什么像什么的 配角人物的风头 甚至一度碾压了这部剧的主角 这让那些拿着高片酬的主演们情何以堪 其实这不是蒋奇明第一次经验全场了 今年他一共有三部电视作品播出 里面的表现都是清一色的好评 作品接连爆火 就连《哈尔滨1944》这部备受过病的谍战剧 蒋奇明在里面的表现也是备受好评 单独来评价这部剧的话 只能说是以言难尽 明明剧情是最吸引观众的类型 却总是因为某些特定场景的布局和精致人物 而让观众频频出戏 所以这部剧的整体评价一直都是褒贬不一 可能这就是每一位演员都有自己所认为的表演方式 但对观众来说 对于女主角精致的军统生活难以沟通吧 可是作为女主角的下属 饰演田小江的蒋奇明可是将军统人物的扭曲与心狠手辣 诠释得非常到位 将一个下属应有的激进和贪功也都演了出来 这不就是小人物的心理活动吗 想要出人头地 却被上司处处打压 空有一身报复却少了点脑子 动不动就成了别人的替罪养 最后落了个流落街头的下场 其实相比较主角 小人物的心理变化更难拿捏 他既要符合人物性格 又得贴合实际对蒋奇明来说 难度不算小 但这部剧播出后 就知道一切都被他掌握 蒋奇明今年第二部剧《我的阿勒泰》 这部剧他也出席了 当了男二 这样以来和他有关的戏份也增加了不少 不过角色可是不怎么讨喜 一名去新疆打工的打工仔 没有一丝善意 投机倒把的钻空子 为了利益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虽然人物性格不讨喜 但是观众看剧的时候还算理智 没有把对人物的恨意上升到演员本人身上 相反 蒋奇明也因获得福 再次被观众认可了演技 一直到边水往事 不出意外地又惊艳了观众 如果说一次出色有可能是巧合 可能跟人物角色有主要关系 但是接连三次都惊艳全场 那一定就是演员本人 所散发的演艺魅力了 蒋奇明就是这样 相信在这部剧之后 他的演艺事业将会迎来又一高峰 哲服只为后继薄发 1992年出生的蒋奇明 今年已经31岁 他的长相不能说有多帅 但绝对是极具特色 具有辨识度的 说他丑帅丑帅一点也不夸张 其实蒋奇明在影视剧这条路上 才摸爬滚打了四年时间 就能获得观众如此高的评价 就已经是一大奇迹了 可是这四年的演艺生涯并非一帆风顺 在没有转型当影视演员之前 他毕业之后从事的是话剧行业 那是一段充满挑战和魔力的时光 他在话剧的舞台上挥洒汗水 用声音和肢体语言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角色 话剧舞台的现场感和即兴性 让他对表演有了深刻的理解和扎实的功底 人爱 尽管对话剧艺术有着深厚的感情 内心深处对影视剧的热爱 却如同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 使得他最终放弃了话剧这条路 他记得那些深夜里对电影情节的反复琢磨 对电视剧角色的深深着迷 这些情感最终推动了他做出了重大的决定 开始转战影视剧的表演 虽然同为表演艺术 但是从根源来讲 话剧和影视剧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话剧表演需要演员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 通过丰富的肢体动作和台词表达 直接与观众进行情感的交流 而影视剧的表演则更多依赖于镜头的切换 场景的布置和后期的剪辑 演员的表演往往需要更加内敛和细腻 转型的过程并不容易 他需要重新学习如何在镜头前表演 如何把握角色的微表情 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展现角色的内心世界 他经历了无数次的视镜失败 面对过导演的严厉批评 甚至在剧组中做过配角和龙套 但他从未放弃过 他深知 每一次的失败都是向成功迈进的一步 经过不懈的努力 他逐渐在影视圈展露头角 他的表演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他也开始在不同的角色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这四年的演艺生涯 虽然充满了曲折 但正是这些经历 塑造了他今日的演技和风采 他用自己的故事证明了 只要坚持梦想 勇于挑战 就能在演艺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而刚刚转战影视行业的他 就遭遇了巨大瓶颈 那就是疫情 疫情的出现让很多行业都被迫终止 而他一个新人演员 更没有机会了 没有机会就预示着无法积攒经验 可是他不甘心就这样待业在家 这样浑浑饿饿的日子 与他而言无比煎熬 为了能够提升自己的经验 也为了养活自己 他发布了一则在线求职的微博 字里行间透露的都是 所有行业他都愿意去尝试 只要有人愿意接纳他 这样的一份求职信 对他本人来说 首先需要放下身价 如此有上进的年轻人确实值得敬佩 当然求职是一方面 但对于蒋奇明来说 最主要的目的远不止于此 他更看重的是这个机会 能够让他深入到生活的最基层 去揣摩和体验那些普通人物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世界 以此来提升自己的演技 蒋奇明深知 一个演员要想在舞台上或者镜头前塑造出鲜活的角色 不仅仅需要天赋和技巧 更需要生活的魔力和深刻的理解 因此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样的方式 去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 去沉淀自己的表演底蕴 也正是这段深入基层的工作经历 让蒋奇明在演员行列中大放一彩 他在不同的角色中穿梭 不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小商贩 他都能够准确地把握住人物的核心 将角色的灵魂演绎的淋漓尽致 他饰演的人物足够真实 足够打动人心 让观众在观看的同时 能够感同身受 产生共鸣 蒋奇明的演技之所以能够如此深入人心 正是因为他愿意放下身段 去体验那些平凡的生活 他在工作中遇到的每一个普通人 他们的故事 他们的情感 都成为了他表演的素材 让他的演技更加细腻 更加有血有肉 这段经历 对蒋奇明来说 是一笔无价的财富 他不仅让他学会了如何更好的去塑造角色 更让他明白了生活的真谛 在今后的演艺生涯中 这些宝贵的经验将会成为他不断前行的动力 让他在演员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越走越稳 值得一提的是 如今爆火的蒋奇明 有一位陪着他从无到有 一路走来的女朋友崔恩尔 两人已经携手走到了七年的时间 他见证了蒋奇明事业上的1.1滴突破 正是因为有女友的陪伴 才让蒋奇明有了一次次重新尝试的动力 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好的感情就应该是这样 携手共渡 不离不弃 共同成就更好的彼此 不离不强烬